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马车的箱子里一半是银子 另一半是粮食 并无军械 你说什么 是啊 你不妨大点声说 让大家都听听 这里面装的是些什么 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样 这人到底是谁 他刚才不都说了吗 他只是个商人 殿下 你为什么就不肯信我呢 你真的是良点老板 千真万确啊 殿下 冯大人找到我 只是为了向我买粮食 用于赈灾啊 此人身份可荣厚在场 到了 是 送许老板回去 是 告辞 陈下 下 下官不该擅自调动兵部人马 当城外灾民嗷嗷待哺 下官和冯大人不能坐视不理啊 赈灾是好事 可是为什么要偷偷摸摸连夜进行 左相有令 灾民不得入城 下官若是公开赈灾 岂不是摆明了和左相对着干吗 殿下 赈灾济民 不犯法吧 清晓没能拦住你 你终究还是来了 求殿下放过冯夕 事到如今 还需要我放过他们 还是求他放过我吧 你没事吧 我与三皇子在陛下面前的赌约 已经有了结果 你怎么如此淡定 难道你藏的真的不是军线 礼部的关 倒卖兵部的东西 说出来谁都不会信 只是你跟三皇子一厢情愿罢了 冯夕 你所图谋的根本不是军线 你生那大气干吗 我不是好端端活着吗 你应该开心才对 刚才 你不是还派人送信预警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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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止紫园送信的 也是你对不对 我只是想再添一把火候 把戏 做得更逼真一些 不行 我看错你了 小叔 小叔 幸好你把三皇子的注意力 引到了乌雄那边 我们才能将军械 顺利地转移到祁山 到了 梁殿那边都打点好了吗 早就办妥了 不认识了 接下来 那批军械怎么处置啊 祁山 迟早会被发现 还是尽快转移为好 去吧 告诉慕容姑娘 又有生意上门了 好 父皇 不认识 军械施妾已安 是儿臣误会了冯尚书 监察司 却有失智之处 按照之前的赌约 陛下 赌约之事 只是殿下一时 意气用事 万万不可当真哪 天子面前 焉有戏言 按照之前的赌约 儿臣愿 才撤御风阁 御风阁是你多年的心血 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这样吧 御风阁可以不撤 但是即日起 不得已证 还有 朕要罚你 免俸禄三年 撤去御史大夫一职 你可认罚 儿臣认罚 你可认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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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爆料啦 爆料啦 朝廷颁布薛番令 定远侯掩旗息鼓 躲回蜀地 冯尚书与三皇子 朝堂打赌 冯尚书大胜 三皇子被罚 御风阁名誉扫地 来看一看啦 好 来 冯大人进去聊了那么久 怎么还没出来 这御风阁的人啊 都是一些顽固的儒生 也就只有小叔 才有耐心慢慢地劝说他们 大乐 那日从背后抢走纸条的人 是你吧 什么纸条啊 前一日你拉伤了胳膊 是我帮你拖的爹打酒 那日抢走我纸条的人 身上就有一股药酒味 倒乐 你怎么会说啊 是我 是我 纸原 你这个混蛋 你知不知道 冬月姐她多担心冯大人 三皇子的人一直盯着她 可她不顾一切危险 就冲出去了 我知道 你别生气啊 小叔就是知道 你跟冬月姐关系密切 所以我才没告诉你 你要是知道了 就等于冬月姐也知道了 这样小叔岂不白白布阵了 那对冬月姐这样 那对冬月姐这样 也太不公平了吧 你懂什么 小叔就是想让冬月姐担心 我看得出来 冬月姐是紧张冯大人的 这两个人明明互相喜欢 为什么总藏着自己的心思 还让对方猜呢 其实我也是这么觉得 去 别说了 隐儿出来了 殿下虽然无心朝政 但她会眼识人 知人善认 早就听闻先生有知识之能 却委屈先生跟他寄月清风啊 我愿意举荐先生入室 礼部护部 但凭挑剑 那就多谢 圣书大人厚爱了 告辞 请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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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辞少言无躁 陛下并没有下旨要 裁摄御风阁 还请各位监观其变 再做决定 三皇子辛苦经营 御风阁那么多年 对你们不薄 可是你们都要 弃他而去 你们对得起他吗 够了 若说对不起三殿下的人 第一个就是你 早就劝过殿下 你与冯夕关系密切 不可留你在御风阁 可殿下一意孤行 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御风阁又不是多月高快的 你说话公闭点行吗 你给我闭嘴 你这条冯夕的走狗 你 现在御风阁散了 你是来看热闹的吗 你给我滚回你主子身边去 还有你 你也滚 请瞧 不得无力 这次物重缝隙圈套 是我过于天真 才入陷阱 这一切都怨不了别人 感谢诸位 多年来与本皇子共进退 如今 本皇子已请辞了 御史大夫一职 御风阁亦不论朝政 各位若是有更好的去处 本皇子 已经准备了举荐行和盘陈 殿下 如果您不嫌弃的话 我愿意留在御风阁 追随殿下 殿下 我愿意留下 殿下 我也愿意留下 殿下 我也愿意留下 这是我近几日接触的 御风阁门客名单 凡是有意向加入的 我都在他们名字上面 做了标记 那这些没做标记的 是还在犹豫吗 这几个人 前些日子说要来 可是今天 却没见到他们人 是有事耽搁了吧 也不知道现在的御风阁 是怎样一番景象 到了 御风阁门客 走 他们不来 我们去御风阁看看 冬月 谢谢你 此刻还愿意留下来帮我 殿下 我相信你一定会 东山再起的 我看怕是难啊 良情择目而期 选错上司 可大可小 小则穷困潦倒 大则人头不薄 你住嘴 你这时候过来 是为了看热闹吗 殿下忽然关心朝堂之事 并下官惶恐 但我设这个局 只是想在朝上 守个敌人 并不是存心针对殿下 巧言令色 你设计殿下 现在还阵阵有词 殿下若输 只是输掉他的前程 我若是输了 输掉的可是我的性命 若没有必胜的把握 怎敢应赌呢 玉丰阁的这几位大人们 前些日子 已经跟冯某接洽过了 不知为何 今日又改变了主意 难道几位大人 一搏云天 想要与玉丰阁共存亡 你 殿下 我家里有事 我先走了 我也有事 先走了 告辞了 你们别走啊 冯夕不过是花言巧语罢了 别走啊 留他们去吧 可不可以放过玉丰阁 可不可以放过玉丰阁 这件事情已经惊动了陛下 不是说放过就能放过的 你真当我无所不能了 我只知道 殿下是纯粮之人 被你以激将法骗入局中 玉丰阁是他毕生的心血 还请大人 都饶人处且饶人 我好不容易赢了一次 你却让我都饶人处且饶人 那你知道 我输了会有什么后果吗 我不会让你输的 就凭你 冯大人这样做 无非是享受 冯粮风格的人才 听闻大人 最近在替礼部招兵买马 不知道这里部 有没有合适我的位置 我想你应该清楚 我要你做的 不单单只是下属 大人请自重 我最不喜欢的 就是你用这种 公事公办的态度 跟我说话 还记得 你那天心计如焚地 赶来救我 可不是这样的 我愿意搬入冯府 你不喜欢的 那你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吗 只要你肯放过三皇子 你倒是有情有义啊 为了三皇子 竟然做到这种地步 你回去赶紧收拾一下行李吧 你早一日搬进来 我就早一日放过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也是来此行的吗 对不起 殿下 殿下对你有情有义 如今殿下有难 你竟不顾而去 亏欠殿下的 日后我一定归还 只是此刻 我必须要离开玉峰阁 那你倒是说说 为什么非走不可 好了 轻巧 冬月不是你想的那主人 那日那些门客要走也就罢了 殿下平日对冬月百般看重 如今她为了荣华富贵 背叛殿下 殿下怎能无动于衷 冬月所求的 不是高官喉鲁 也不是荣华富贵 我相信她有自己的想法 殿下 我离开玉峰阁事处有因 只是尚无头绪 还不敢轻易许诺 只待日后事成之时 可以报答殿下 当初的知遇之恩 冬夕和兵部的人 一起买粮赈赞 此事本就蹊跷 若冯夕真的在帮陆远潼 偷运军线 她便是引发战争的祸首之一 我一定要想办法 将此事调查清楚 太好了 冬月姐 我们终于可以做邻居了 我以为有了道乐 你在冯府已经不愁寂寞了 你瞎说什么呢 道乐在我眼里啊 跟小丝就没有差别 不过他就不愿意 她将我武功还挺伤心的 看来过不了多久 我就能帮冯大人 单独执行任务了 你对冯夕倒是死心塌地的 冯大人他虽然在别人眼里 是个不择手段的人 但是他救过我弟弟 救过我 还帮我脱胎换骨 重获新生 别人怎么看他不重要 我这欠他的 我这一辈子都还不清了 若是我能跟你一样 洒脱就好了 参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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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们的夫人 我只是暂住于此 没事 你们下去忙吧 是 你这个人啊 就是性子别扭 刚才简直把波勒业 都写在他脸上 你 若是你以礼待我也就罢了 若是你敢乱来 尹 请夫人洗漱 oi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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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 是 奴婢在门外等候夫人 嗯 你们跟着我做什么 夫人 大人吩咐我们必须好好侍奉您 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我没什么事 我只是随便走走 那奴婢陪您四处走走 我 我不用你们陪 夫人 您是要出府吗 我只是来暂住的 又不是犯人 为什么不能出府啊 夫人 府中的地方很大的 要不奴婢陪您到别墅走走 你们大人是要将我禁足吗 你们是方便来看管我的吗 奴婢不敢 大人说了 夫人既然住进来 就应该遵守房府的规矩 我都跟你们说了 不要叫我夫人 冯夕在哪儿 她在干什么 我要见她 夫人这是想念大人了吗 奴婢这就去汇报大人 不要去汇报 谁别想她了 夫人 您也别太担心了 正如夫人您所言 大人万花从中过 也许只是一时兴起 才把那个冬月接进了府 可是这次冬月进府 一印物品 全是大人亲手值班 没让旁人插手 依我看啊 大人对那个冬月也不怎么样 冬月进府已经好几日了 大人近些日子虽然清闲 却并未见他们私下有会面 说不定过两天 就把他赶出府了呢 夫人是奴婢说错什么了吗 夫人是奴婢说错什么了吗 你倒是提醒了我 大人之前 从未如此对待过任何一个女人 那这不是在亮着冬月 那是欲情故纵 是啊 他从未对任何一个女子 这么伤心过 这几日过得如何 我既然已经决定追随女了 就自然会按照你的安排去走 你又何苦将我禁锢在这府中呢 我在御风阁还有事无未了 你已经搬进了我的府里 还挡着我的面 念叨那个三皇子 真是令人心烦哪 你干吗 你放开我 你放我下了 冬月 你干吗 你放开我 你放我下了 你这样可不是求人的态度 得到你的身体太容易 我要的是你的心 你用三皇子的事威胁我 现在又指望我对你动心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那可不一定 上次三皇子把我围在院中 你还舍身去救我呢 可是你利用了我的善良 只是想引殿下入局罢了 不要自欺欺人了 你救过我很多次 难道对我 就没有那么一点点喜欢吗 够了 我不想再给你打雅米了 我的心里早已有人了 而那个人不是你 是三皇子吗 我心里的那个人 叫尔玉 他是谁 他是哪里人 你们何时认识的 你也躺下吧 舒服些 你想怎样 放心吧 我不会对他怎么样的 我就是好奇 能被你藏在心底的人 是什么样的 éner一次 尔玉他已经不在这人世间了 尊宇有通天彻底之闹 也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既然已经不在人世 你还对他辛勤念念 看来你们两个 经历过很多事 他曾经是陪伴我长大的人 而如今 这只给我留下了几只笛子 这笛子 这笛子 怕是跟我也有些远远 见到我 竟能自明了 冯大人 你一向都是这么个女子套近乎的吗 放心 总有一天 我会取代尔玉 在你心中的位置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